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专门的去背 不同的概念给出来的也是不一样的 那我们教材的引用的是 罗宾斯 他对于组织文化的一个定义 说组织成员共享的一套 能够将本组织与其他组织 区分开来的意义体系 那该体系的特征 主要体现为七个方面 包括有创新与冒险 关注细节 结果导向 员工导向 团队导向 进取心和稳定性 这是其中的一个概念 咱们有大概一个方向 知道了就好 那么除了以上定义 组织文化的结构 还可以分为三个层次 这三个层次 是我们要记下来的 要知道 就三个层次是什么 一个是物质层 制度层和精神层 物质层呢 其实它指的就是表层 我们能够看得见的 这也是大部分的企业 想要去开展组织文化 通常去着手要去做的 基本上都是从物质层开始 比如说 这个我们从组织的 这个整个企业的装修风格呀 从企业的产品的外包装啊 形象呀 从这方面看得见摸得着的 我们都把它称之为是物质层 也是呢表层 在这里面我们看 比如商标 企业名称 员工的服装 建筑装修风格 产品的外观包装 纪念物等等 这种外显性的 它其实也是最容易去做的 那如果说你们企业 在做这个企业文化的时候 想再更深入一点 那这个时候可能就进入到了一个制度层 制度层呢 对应的叫中间层 也叫里层 它是指组织的规章制度 规范 行动准则 以及呢工作传统这些 所以一般来说 一个企业 你要想把你的企业文化 这种精神啊 真正能够让大家形成一种习惯 对吧 往往是需要制度层来作为保障的 比如说阿里巴巴 大家知道国内呢 在这个组织文化层面 洗脑洗得比较成功的 这个阿里巴巴 这个算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一个例子 那么他们最早的时候怎么做呢 对吧 蔡宠信先是给这个阿里巴巴做了一个 六脉神剑 这样的一个组织文化的价值观 他把这个价值观 为了融入到每一个人的 这个精神层面并且去影响他的行为 他们在制定绩效考核的时候 会把这个六脉神剑啊 这个价值观六个方面 会占到一个每一个员工啊 他的绩效考核的50% 对吧 你的其他的业务指标 你全部做得非常的好 你也只完成了你的绩效的50% 另外的50%就是看你的价值观体系 然后呢 他把这六个维度 每一个维度做了具体的描述 对吧 你在每个层级表现出的什么样的行为 就把它全部都行为化了 然后你会得多少分 那你要想在这方面想 获得更高的绩效 更高的得分 那你就得在行为上去做出更 这个符合更高分的这种 像样的行为的描述的特点 所以呢 用这种方式 它去影响着员工的这种行为 对吧 慢慢的让他们去养成这样的一个习惯 达到企业 其实他想要的这种同一思想的目的 那么这就是 其实通过制度来保障的 那么他最终制度要保障的结果是什么 希望达到的是一个精神层 对吧 他去用制度去控制 通过绩效 就评分 通过奖金的分配来去引导 他最终达到的 其实就是要影响员工真正的思想层面 就你慢慢形成习惯了 你在思想上就接受了 就认为这个就是对的 我就得这样去做 对吧 达到统一思想了 所以这是影响到人们的思想层面 才是真正进入到了组织文化的深层 我们说精神层 所以呢 它是比如说价值准则 人生信念 思维方式 事业追求等等 这是从精神层面的影响 所以我们说 那一个组织 它有没有形成组织文化 最关键的我们看的是什么 是看的外显性的吗 对吧 还是看它有没有制度呢 都不是 最核心的就是看它的精神层 所以一个企业有没有形成企业文化 它的标志其实是精神层 它才是一个企业组织文化的核心和灵魂 好 那我们来看 组织文化结构的这三个层次的关系 物质层呢 它是制度层和精神层的物质基础 对吧 所以谁是物质基础呢 那肯定是物质层 对吧 是它的物质基础 是组织文化的外在表现 而制度层规范和制约着物质层和精神层的建设 所以这里边说都是其中的一个是另外两个的什么什么 所以你要想到说制约谁起到制约呢 制度层对吧 起到的是制约的作用 第三个精神层 它是呢 形成制度层和物质层的这样的一个思想基础 是组织文化的核心和灵魂 这个点很简单 没有太多的可以往深了去讲的啊 那可考性不是那么的高 但是呢 这几个点 这个结构层次 它如果真跟你的组织 这个结构的模式啊 类型融合到一起的话 出一个小文是有这种可能性的 它是可出的 所以呢这个至少这三个结构相互的关系 咱们要有印象 好另外就是关于组织文化的类型 组织文化的类型有很多观点 我们教材引入的是桑南菲尔德 他提出的说我们从他的角度的研究 我们可以把组织文化分成这四种类型 所以有很多同学呢 在单纯去学这个的时候发现 组织文化不是只有这四类呀 是的 这个它有很多的分类的形式 这只是其中的一种分类形式 咱们只要从这个角度去学习就好了 那么桑南菲尔德呢 他把组织文化分成了四类 其中呢 第一种他把它称之为是俱乐部型 所以的俱乐部型 这种组织呢 具有的鲜明的特点就是 非常重视员工的 在思想上啊 这种忠诚度 对吧 他对于企业的这种承诺 所谓的企业承诺是什么呀 对吧 组织承诺 咱们前面学过 在组织承诺就是你对于企业 是不是愿意继续留在这个企业里面 对企业的情感呀等等这些方面 对不对 这组织承诺的部分 还有呢 是不是能够去适应 好 那这是这个组织最鲜明的特点 他在乎的就是这些 他在乎的员工的稳定性 这种忠诚感 那这类组织的人员 他的年龄资历经验 都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他通常把管理人员培养成的是 通才 那我们怎么去理解这一类的组织文化 你举几个组织的例子 比如说 像政府 像军队 这种组织 他所形成的组织文化 其实就是俱乐部型的 包括像一些航空公司 这一类的偏重于服务的 这种企业 他往往呢 就是对你都是俱乐部型的组织结构 你一旦进入之后 你要先宣示你的忠诚 对吧 那么这个才是你在这个组织当中 能够是这个继续发展下去的一个基础 那么另外呢 一种类型是学院型 就是跟他截然相反 你前面培养的是通才 而对于学院型来讲 他培养的是专才 学院型 组织的特点呢 是培养专才 喜欢雇佣年轻的大学毕业生 进行大量的专门培训 从事呢 职能类的这种专业化的工作 所以在这里边 我们举例 比如说像惠普公司 大家知道在外资 外资通常培训做的是比较好的 那么在外资里面 培训做的更好的 顶流的是谁呢 像惠普 这个在行业里面是非常有名的 所以很多 虽然惠普现在不算是一个 特别吸引年轻人的这种外企了 对吧 跟十年前可能还是不一样了 下坡路走的比较明显 但是呢 还是有很多优秀的年轻人 愿意加入到这个公司去 为什么呢 就是为了他的培训体系 他特别愿意在培训上去投入 那么这么多年搭建起来的 他的培训体系呢 也依然是非常的 这个对于人员的这种人才的培养 也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一旦你在这个惠普的培训体系走出来之后 你的身价整个其实在行业里面就是不一样的 所以呢 作为这个像惠普啊 宝洁啊 这种公司 那你进入了之后 他其实你没有特别广阔的空间去发展 比如说你进入的时候 他给你在某一个细分领域里面确定了 那可能就是在这个细分领域里下 来进行怎么样 专项的培养 所以越大型的企业 他的分工是越细的 分的越细 做的越专 这个咱们在前面讲过了 对吗 所以他培养的是什么 是专业分工 培养的是专才 是这样的特点 所以比如保洁啊 IBM 可口可乐 都是这种特点 所以你发现这种企业 这个你印象特别深刻的 像这种CEO啊 这个高管 其实很少 因为不是那么的重要 对吧 更别说属于普通的员工了 所以都是螺丝钉 这种级别的 你在这个专业的领域里边 你可能做的还可以 这一个是通才 一个是专才 对吧 他根据企业不同的业务特点 对于人才的这种需要 他构建了适合自己的 这样的一个企业文化 那么第三类呢 是说棒球队性 他的组织的鲜明的特点 是要鼓励冒险 和创新 那举个例子 比如说 像大家想 像这个律师事务所 对吧 会计师事务所 尤其是律师事务所 他现在很流行就合伙人制 那你说 为什么没有在其他行业里边 那么广泛的形成 合伙人制 为什么在律师事务所里面 这么普遍 因为一个知名的一个大律师 他对一个律所的影响 可能就是他的全部 对吗 所以这样的这个业务类型 就意味着一个人 他能对这个企业的业务 产生着致命的影响 那么他就适合采用什么呢 棒球队性的 这样的一个组织文化 而作为 刚才说过的 保洁啊 可可乐这种公司 你用棒球队性 这种组织文化 就没有太大的意义 因为单个人 能产生的影响和价值 其实非常有限 我换一个人来 一样都可以做 这个工作换谁都能做 这是他这个企业 想要达到的目的 而棒球队性 它是将员工的绩效结果 或生产能力 来根据这个 来发放向的报酬 那么员工呢 具有非常大的自由度 对工作出色的缘故 给予巨额的奖励 员工一般要拼命的工作 其实他就对 个人的价值 给予充分的认可 并且去激励他 对吧 去创造更多的 这种价值 所以大家看 会计或者律师事务所 投资银行软件 在这些行业里边 软件一个 大牛的技术工程师 对吧 对于企业的产品的性能 他会产生 非常重要的这种影响 包括投资银行 为什么投资经理 对吧 投资基金的 这个投资经理 那么他会搞出 几个明星的投资经理 来进行宣传 因为他确实对这个业务 就是有很好的 这样一种效应的作用 所以呢 这种类型 当单个的 个体能够对组织的业务 产生巨大影响的时候 那你就可以用 棒球队形的组织文化 来去激发大家的 这样的一个积极性 那么第四类呢 就是 堡垒型 作为如果企业 到了堡垒型 就意味着他其实走的是一种下坡路了 那这个企业曾经在辉煌的时候 他有可能是学院型 俱乐部型 或者是棒球队形 这三种他都有可能 只不过呢 随着他企业的对吧 生命周期的这个进入到了一个结束的阶段 那他会把关注的公司的生存 大于关注公司的发展 那一旦这个企业进入到了后期 衰落期 关注到的是生存的话 他就进入到了一个堡垒型 所以的堡垒型呢 因为工作安全保障不足 对吧 所以他呢 主要吸引的是一些 喜欢挑战 喜欢流动的人 好 所以他对应的 比如说一些大型零售店啊 天然气探测公司啊 因为他资源有限嘛 首先大型零 这个超市啊 零售啊 这些 他其实都是在什么呀 都是受到电伤的冲击 而作为呢 天然气 大家知道天然气探测 地球上天然气的形成 需要多少万年 对吧 多少亿年 那你探出来一块去就少一些 探出来一些就少一些 所以他其实是 在未来是处于这样的一种 这个堡垒型的状态 好 这个点呢 它是有这种往里挖 这种大体的可能性的 比如说他在描述一个企业的 这个段落当中 其中有一段呢 就有一些文字特点的描述 然后让你去确认说 这家企业它采取的是 什么样的组织文化的类型 让你做出这样的分析 那你就要能够根据它的 这些特点 能够去判断出来 它是哪一种组织文化的类型 对啊 所以这薄类型这个 它通常科考性不高 那其实那上面的三个 对吧 尤其是俱乐部型和学院型 要能够明确的区分开来 找到它的关键词来进行定位 分析它就通过它的管理特点 和组织特点来进行分析 就可以了 好 它的第三个问题 关于组织文化和组织设计 这里边呢 这个我不是按照大端的文字啊 来说的 但大家在这里边呢 就是重在理解 那么在组织设计的时候 前面我们讲过 跟组织结构设计相关的 有这么多的因素 对吧 有特征因素 有权力因素 那么在这里边 在组织设计的层面上 我们看 教材当中给我们的 去考虑的方面 包括有这些 规范化 制度化 管理层次 集权化 招聘制度 薪酬制度 以及绩效体系 这是我们要去考虑到的 组织设计要考虑到 这么多的方面 那么我们说 在这些方面的设计上 我们可左 可右 对吧 当我们进行左右的 这种调整之后 那么这种变化 就会带来企业文化的改变 所以这是说 企业文化跟组织设计之间 是有着什么 你要得出一个结论 它俩有着密切的联系 组织设计会影响 组织文化的形成 比如说 在规范化 制度化 这个方面 如果你起 这个倾向于非常严格的 这样的一种规范性的 这种管理 制定的规章制度 极其的详细 对于员工的这种工作上的行为 做出的这种规定 都非常的具体 对吧 它的每一步 从进入到你的企业 到离开 它的每一步 都有了详细的要求 所以你把它当成一个 机器人一样去用 那你说 这个时候 这个企业在这种 这个组织设计下 它所形成的文化 有可能是自由开放 创新活泼的吗 不可能的 对吗 所以它通常来说 所对应的就是什么 严谨的 强调等级的 拥有连续 稳定的这种组织文化 不管谁来了 都按照这套标准来 你没有自己的思想 可以去创造的空间 对吗 那如果说偏左呢 对吧 偏左就是 在这一方面 组织 规范化和制度化程度 不是很高 而是很低 对吧 如果它是很低的情况下 那这个时候 也就是说 给了员工充分的 自由可以发挥的空间 对吧 因为我没有给你 做详细的这种规定 那你就自己去 可以发挥就好了 所以这个时候 所对应到的组织文化 就更容易去形成 这种创新 开放多样 革新灵活的 好 那么这是举的例子 下面的一次 也是这样的 比如说管理层次和集权 对吧 你的层次越多 就意味着什么 幅度越小 是不是 当层次越多 就意味着 你的管理级别太多了 那它其实 还是 企业是偏严谨的 越是扁平化 那么这个组织 越容易什么 越容易上下的交流 和沟通和创新 所以说 当层次越多的时候 意味着 员工的自主权越少 对不对 而当这个层次 越少的时候 组织越扁平化的时候 员工的自主权会越大 会越愿意 倾向于去自主的去决策 愿意自己去承担责任 去做出决定 对吧 去思考 那集权也是一样 高度集权 你的权力都在上层的 对吧 而越扁平化的组织呢 它通常更加倾向于去放权 好 而作为招聘制度 你倾向于从内部 对吧 内部 如果你且想保持 我已有的组织文化 我不被稀释 对吧 那这个时候你就通过内部繁殖就好了 都是内部晋升 如果你想要有新的思想 新鲜的血液的流入 那你就不断的要从外部去招人 才能保证你们的革新和创新 那在新仇层面呢 也是 新仇层面 如果说你的贫富差距特别的大 比如说你层级特别的多 你的贫富差距一定大 那这种情况下 你所形成的组织文化 往往可能就强调等级的 对吧 如果你一边喊着说我们人人平等 对吧 我们要这个自由 我们要自主 那喊的是这些的话 那你把新仇差距拉得还很大 而且过分的强调新仇的这种功能性意义 那这种情况下 那你就很难形成这种新型的组织文化 所以我们一般来说你要想形成新型的组织文化 在新仇和绩效方面都是要差别小 并且强调的是创新 而不是呢 这个强调以成败论英雄按结果去算 好 所以从这些层面来分析 所以如果说在案例分析题也好 还是在论述题也好 如果让你去分析组织设计跟组织文化之间的这种联系的话 但凡涉及到跟组织设计和组织文化之间的关系的话 你怎么办 你怎么去分析呢 你要从这七个层面来进行分析 所以要求我们要记的是什么 你要记的是这七个层面 前面的这四个是跟这个组织结构的特征因素相关的 对吧 后面这三个就是制度层面的 从招聘薪酬计较 所以你拆开来一记就很容易了 说是七个分两部分记嘛 那实际上你要记得就上面的四个 跟特征因素相关的主要的这四个部分 好 那我们把这七个层次记下来 你在分析的时候 你就知道从哪些维度上去展开分析 而不是自己乱写一通 对吧 一旦你试一到说 让你去分析组织设计跟组织文化的关系 你就大的段落从这七个维度展开 然后再根据它的这个具体内容的这种表述 你来看 你倾向于往哪个方向去写 大体上应该都是按照现代的企业的 目前的这种文化 对吧 更加强调灵活创新自主多样 往这个方向 那往这个方向的话 我们一切都是要去降维的 对啊 这些都是要低低低 对吧 尽量减少干预 才能够让员工去创新 好 所以这是他们两者的这个关系 好 来 咱们再对于这一章的内容呢 来做一个总结 这一章整体上啊 其实包括这四个部分 对吧 先是组织设计跟组织结构 基本概念的部分 然后呢 组织变革 对吧 组织发展 组织文化 那作为组织设计与组织结构 基本概念式的内容 组织设计和组织结构 这里边主要是涉及到的是一些特征因素 全面因素 对吧 概念 概念一般了解 但全面因素和特征因素 我们说在分析的时候 有可能会作为小问会用到 这种点呢 为什么说这种点 它不是非常重要 但是要求大家背呢 因为它是刚性的答案 因为它如果一旦吹在考题里边 哪怕它是一个小问 它如果考到你特征因素和全面因素了 那它就是有标准答案的 明白这意思吗 它有标准答案的 那标准答案 比如说十个特征因素 那这十个点加在一起十分 你答上了一个点就得一分 答错了就没有 它不是你可以随意发挥的 所以这种呢 就是要背下来 背下来了 你就能达到 就能拿到这个分 如果没背下来 你自由发挥 哪怕错一个点 你可能就丢一分 好 那重点的内容 就是关于组织结构的这个模式 模式里边咱们讲了好多个 其中最重要的 职能矩阵和实验 核心是什么呢 我们要把这三个组织结构 它们区别于其他形式的 它的核心的特点是什么 对吧 我们在一个大段落当中 我们能准确的 能够识别 能够判断出来 这是关键 然后等到呢 学完一轮两轮了之后 最后你再去什么呀 再去背 对吧 先是理解 先是判断 最后的时候再去背 说它的优缺点是什么呀 对吧 我们通过记几个关键词 然后再能想办法 让自己能够扩展出来 这是到了后期学习 要实现的目的 那在组织变革 组织发展的话呢 这是在前期考过了 所以呢 它的等级相对来说 会往下会降一降 组织变革 包括概述方式和程序 对吧 方式呢 虽然考过了 咱们能稍微注意一下 以结构 对吧 任务和技术 人员 这几个方式 它分别所对应的是哪些方向 它如果考的会再深入的话 我们做到能够 也能够去识别和判断 好 那我关于组织发展 组织发展的主要内容呢 这个是发展的方法 一个是现代的 一个是传统的组织发展方法 那我们要知道 它可以分为哪些方法 咱们有一个印象 那么最后组织文化 这是没考的 对不对 在这一章里边 你变革和发展考过了 但是组织结构的类型 和组织文化没考啊 那它们是能柔和到一起 包括跟组织设计 联系到一起 对组织文化的影响 这是有连接作用的 这种有关联的知识点 它是有足够的深度 可以支撑大题的 所以呢 关于组织文化 它的类型 四个类型 这是容易出现在判断里边的 咱们用桑南菲尔德 这个角度去分析就好了 那四个方面 那么层次的话呢 三个层次 这个它让你去深度 去分析的可能性 觉得没有太大的意义 价值不大 但是咱们大概知道 有这三个层次 那么最后一个 相对比较重要的 就是去分析组织文化 和组织设计的关系 这里边主要是组织设计 对组织文化产生的影响 通过那七个维度 这七个维度 将为会产生 什么样的组织文化的效果 如果它们都管控的 非常的严 那会产生 什么样的组织文化的效果 好 那这是咱们整个啊 在这一章所涉及到的内容 那我们呢 整个第一部分 组织行为学内容呢 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 整个组织行为学 这个五章的内容 那么从过去两年的考试上来看呢 我们发现它每年 基本上都会出一道完整的大题 好 一道大题基本上就20分 所以这一部分对我们来说呢 还是非常重要的 而且这部分内容不多 对吧 就五章 而且在这五章里面呢 大家发现能够出大题的点啊 有深度的点 其实就是在那个范围之内 对吧 有很多的内容 其实我们是可以按照次等级 来进行复习的 所以大家前期呢 要做到的就是我们要把这些关键内容 比如说像激励理论 对吧 像领导理论啊 然后呢 像这个组织的类型 对吧 组织结构的类型 那这些我们要做到能够去灵活的应用 当出来这个案例内容的时候 我们能够去判断 所以在前期的学习 还是从学习方法上再次强调 那在前期的学习重在理解 去找寻你的理解的这样一个思路 去找寻这样的方法 不要上来去背 那么前期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你后续在第二轮第三轮的学习的时候 再开始背 你就会发现事半功背 背起来也更容易了 然后呢 你到后期开始背的话 你的学习效率也会上来 因为你前期解决了最重要的问题 后面再去背的话 其实就轻松很多 好那咱们今天课程呢 就到这了 大家再见